大家好,我是IDGET中文版的石先生 我在香港接受網道的是使用Windows 8系統的TAP21 這個不是一個平板,它是一個AIO來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拿起來 因為它本來就配備一個外置的電池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在背面,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很大的WANG的Logo 這個Logo下面就是一個電池 這個電池就讓我們可以把AIO直接使用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灰色的這個 這個就是AIO它使用的一個支架 這個支架可以讓它坐在桌面上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沒有一個碳工的設計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用自己的手來玩 這個會有什麼情況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一般我們把它放在桌面上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把它從上面推下去 很簡單,它可以直接推到 跟桌面上是平面的一個90度的一個效果 會很簡單的 但是我們拿起來的話 它是不會放下來的,它不會自動放下來 我們要有自己的用手放下來 這樣才可以 這個就是跟其他廠商在推出這種 可要扮不同角度的一個AIO上面的一個分別 也是說你這個其中一個設計的一個重點不同的地方 這個20串的屏幕看過去很舒服 然後它也是支持這個足控屏幕的這樣子的 可惜的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它那個發售的時間 只是知道它的售價就是10998港幣 我們看一下那個不同的配件在欄 這邊我們可以在右邊看到一個上面線 也有充電的一個插頭 然後換到另外一面 另外一邊 我們可以看到有這個兩個USB 然後有這個機卡的部分 然後也有這個音按鍵 這個機孔 然後這個錄音的地方 上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開關鍵 音量鍵 然後還是有一個轉換鎖定 有一個支援那個 assistant 的一個按鍵 然後下面呢 就是這個speaker 在這邊 整個的設計其實很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就跟那個屏幕沒有太大的差別 當然了它沒有很薄 但是那個拿起來也是可以的 沒有一個很重 我們就直接讓它沒有想像可以拿起來 我想這個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從那個電腦的一個位置 轉移到那個客廳 讓它放在一個坐機箱 也是可以的 可以改變它的使用的用品這樣子 讓它適應那個家裡的不同的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Sony的1020 我們要去買單